当地时间10号 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一份暂停出口清单 涵盖电信 医疗 车辆 农业机械和电器设备等200多项产品和技术 包括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在内 约48个国家将受到影响 俄罗斯联邦政府表示 此举是针对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回应 出口禁令到2022年年底都将有效 进一步反制措施可能包括限制外国船只进入俄罗斯港口等 此外 近期众多国际品牌和公司纷纷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对此表示 政府正在研究回应措施 其中包括将撤离的外国公司的资产 进行破产和国有化等处理